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吳瑞生 是國防醫學院的兼任助理教授 也是全家健康醫療事業集團的學術藥師 那我本身的研究 從基礎的神經科學開始 到藥物的製作 然後研發 以及甚至在第一線患者的藥室服務上 我都有接觸過 做得還不錯 那今天很有幸可以來訪問徐曉波老師 然後關於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 生技或者是Healthcare這個產業的未來發展 為什麼這很重要呢 因為我們其實台灣是經歷了第一次經濟襲擊 但是我認為台灣一定可以在第二次經濟襲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過去的電腦產業之後 下一個世代就是健康醫療 Healthcare這個產業 而這個產業 隨著我看到了徐老師的一些文章 都一直在探討這邊 對台灣有很大的建議和幫助 為什麼因為目前台灣的健康產業主要在北美 然後再來就是西歐以及亞洲 但是在2022年亞洲已經會超過西歐了 這個產業非常大 而台灣又得天獨厚 因為台灣其實最好的人才大部分都念醫學院 然後接下來有很好的數據 而且又有很好的IT產業 但是還是碰到一些挑戰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徐曉師 其實台灣第一次經濟奇蹟的推手 從1970年回到台灣之後呢 引進了這個美國銀行 美林證券以及麥當勞 也幫助台灣從沒有知識財產權的概念 建立的知識財產權 以及這個還有就是這個建立的服務業的概念 並且把這個服務業概念呢 台灣可以推向世界各地 然後讓台灣越來越好 而且其實我不知道徐老師的專長 對我來說徐老師的專長 是他的這個法律的這個這個結構的一些概念 制度的制定之外 他有創新精神 所以一直推動著我們 那現在到了下一階段呢 我們也還碰到一些機會和挑戰 我們很希望這個今天透過徐老師來教我們看看 讓我們年輕人更知道台灣將來未來發展的方向 那第一個這樣的就是 我們還是想說 其實最近講生技生技 我覺得不太對 因為Healthcare才比較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以人為基礎 但是呢 其實我也不太懂 所以我要來問一下徐老師 您對Healthcare的建議 定義 我想以前也有機會討論過了 那你是學生技的 那我是學法律的 但是呢 若干年以後 我發現學什麼 是你的本科 很重要 但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你要跨出一個本科 所以近年來我研究的是所謂營運模式 對 那當然我做律師的時候 有很多國外的投資人到台灣來 那那個時代 那那個時代是台灣的政府相關的法律 只鼓勵生產職業 你單身工廠 你顧了很多這個員工 解決我們的這個失業問題 哇 那就不得了 不得了 沒錯 那慢慢我就體會到 這個一個 任何一個國家的一個經濟結構 不單單是生產 啊 還有服務啊 那還有 這個 有了這個很多創新的 這些科技以後 又發現啊 更重要的是 新種的營運模式的創造 所以現在說 到底我們在創造什麼 啊 創造啊 然後引起這個創業 創造新的科技 新的概念 然後再創業 那我想最後還是創新的這個 營運模式 所以我用這些思考的 這個邏輯啊 來反思 就是說 哎 到一個程度 啊 你的本科 是重要的 它不是那麼重要 是 你要怎麼來融會貫通 對 沒錯 所以你剛才提的問題很好 你剛才說了 啊 過去大家都說生技 那 呃 我也參加了好幾個生技協會 啊 大家他們認為 我有些想法 啊 呃 應該跟那個 所謂 所謂 cote and quote 生技產業 是有關的 啊 啊 那 經過這個過去二十年啊 就要了解了很多 所謂生技產業以後 我現在有一點恍然大悟 我就說 哎 如果我們把生技當成一個專業 那它不單單是跟Healthcare有關 嗯 是 它跟農業科技有關 對 是不是啊 是 那 呃 生技這個學科的確很重要 啊 但是呢 如果你想到人類真正的需要 生技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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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詞 誠意太高啊 啊 那我們要普及這個教育 就是說 生技跟人的關係啊 啊 最 最有關聯 用最適當的名詞來形容啊 啊 啊 恍然大悟 應該是叫Healthcare 嗯 對 那我看CNN的節目 他們有一個叫 Health and Wellness 是 那反而是把生技 這個產業啊 從某個角度縮小了 縮小到這個新藥的開發 是 縮小到這個預防醫學 對 那Healthcare很多啊 Healthcare還有這個醫療服務啊 是啊 啊 還有這個 呃 這個長期照顧產 對 照顧的 這非常重要 這非常重要 啊 啊 不管老年啊 或者是身臟啊 對 心臟的這個 呃 照顧產業 對 那 當然 我們還有 一些 新的想法 就是預防醫學 是 啊 這些想法 呃 可以多療癒 是 因為 非常謝謝徐老師的開場 那這個 我們還是覺得Healthcare才是這樣的一個大方向 因為在我跟臨床的接觸 因為我們在那個 全家健康事業張院長也有講過就是說他這個 要照顧影響病人 就是要感動病人 要讓這個患者這個如果感動之後他就會更知道他要做什麼做得照顧他健康照顧他 所以Healthcare其實就是以人為本 嗯 那我覺得這個反而是真正的這個一個方向 那因為像我擅長是制藥產業 嗯 那制藥產業 那也是像也請教這個這個 這個徐老師 嗯 就是說因為這個在制藥產業上 就是說常以前是 嗯 就是可能是政府給一筆錢研究 研究到最後 然後有個結果 之後才慢慢的去招商引資 但通常有時候 這個東西招不到 招不到人 因為他可能有些是市場不符合需求的 那這方面呢 這個 需要是有什麼看碼或建議 嗯 那近年來我就在研究這個台灣命名的產業問題 啊 比如說我們的製造業 啊 經過這 五六十年的發展 甚至於將近七十年的發展 我們的製造業是非常先進的 嗯 但是呢 這個製造業好像缺了一塊 嗯 嗯 嗯 因為我們的製造業 它的製造技術非常好 嗯 所以 最後就是很多國外的這個品牌 就請我們台灣的廠商 來代工 是 那 代工比如說 OEM OEM DM D for Design 所以有些能力比較高強的 他也可以設計 是 但是品牌不是我們 對 品牌永遠是別人的 對 那 所以在這裡面 我覺得台灣不應該停留這個階段 那 那講到這個 藥品 製藥的事業 也差不多 啊 製藥是一些 台灣比較賺錢的公司 都在做學名藥 對 是不是 沒錯 那學名藥就是說 價格非常便宜 等到這個 人家的那個 專利 expire 對 然後 再跟人家 尋求合作 是 或者自己做一些研究 那 當然這個 這個 專利原來也不屬於你 是 那 所以 就 減損了 我們這方面的 演化工作 當然 我們的 政府也好 民間也好 不是不了解的這一點 所以 現在 也有很多 這個 所謂 鼓勵的措施 鼓勵 大家去 開發新藥 是 那台灣新藥 整個 途徑 我也要 投資請教你 是 是不是適當的 因為現在 你看發的新藥 目的是要把這個藥品 賣給全世界 醫藥市場 對 我們做得到嗎 我們為什麼做不到 對 這個 這個 就是想要 可見 製藥以外 還有市場的推廣 對 還有通路 還有通路 對 是不是 還有 要跟全球的醫生 告訴他 要說服他 採用這個藥 沒錯 沒錯 為什麼我們 在這一塊 台灣的產業 好像 有一個 有一個 隱形的門 對 大家沒找到 門開不了 走不出去 對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看法 有一個 我相信就是有一個鴻溝 那個徐老師說得很對 因為其實最主要是 當我們東西做出來之後 下一個還要告訴別人有 那我其實有看過徐老師的文章 還有一些介紹 很多時候我們其實東西很好 但是沒人知道 那需要有人推廣 需要有人介紹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很弱 我們只想把東西做出來就結束了 但是這個是其實不是太正確想法 所以如果是回到Hairscale 以人為廚房 這個才會比較有意思 所以真的是很好的 那我曾經有一個機會 跟那個UC Berkeley 工學院有個副院長 她是為女性 她的父母都是台灣出去 她也在美國生長 她不會講這個 中文或者台語 她只會講英文 那有一次呢 我們有機會在美國碰頭 大家就深談這個 美國名校 UC Berkeley也是個名校 MIT也是個名校 Harvard也是個名校 我說你們做研發計畫 比如說有個教授帶了幾個學生 發想出一個新的想法 一個新的創意的想法 你們想繼續研究 你們錢哪裡來 那她的回應我非常impressed 她找sponsor 找贊助人 而且不是一家贊助人 她說 所以習慣了以後 美國的企業都會贊助 這一類的 有創意的研究方案 那當然她贊助了以後 等到成果出來 贊助人都有一個優先權 來享用這個技術 經過不同的授權的方式 這些合作的方式 那我聽到她這樣講以後 我說假如找不到贊助人 找不到贊助人 可能這個research project 有一點問題 是,沒錯 非常正確 勸助人都不願意 勸出來贊助 那 所以我聽到以後感觸很深 那回到台灣以後 我們就了解 因為這方面你很熟悉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就是 我們如果有一個教授 甚至帶了幾個研究生 想到一個很好的idea 他要從事這個研究 研究費用哪裡來 目前還是主要是政府 那我覺得 是不是 還是政府 對 那問題就說這 什麼叫政府 是 政府不是產業啊 對 沒錯說得對 那政府可能有些產業政策啊 什麼這些 但是產業政策不一定符合 這個民間產業的需求啊 我常聽到民間產業這樣 怪罪政府的政策落後啊等等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覺得長此以往 政府贊助的錢 它是納稅人的錢 是,沒錯 如果看到這個成果不張的話 那是對不起納稅人 是的 是不是啊 對 那所以這個概念 是不是應該做一個很基本的改變 不知道你有什麼想法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因為坦誠說就是說 因為這個模式 就是跟政府申請錢的模式 其實比較像是 他講的一個計畫 只要政府 或者審核 部分審核人認可就可以 但是它不一定會有更大的效益 因為在市場上 在商業上 如果他們真的需要 他們才會想 才會願意掏錢嗎 而這個概念 其實台灣是很需要的 因為就像說 如果這個 市場 我們研究者不應該 這也是我自我要反思 我們研究者不該只做 自己想做的事 應該要符合大家需要的事 這是我們才需要 就是在這種過程中 我們就可以找到 所以我就想到 回答您這個問題 我就想到 我們怎麼樣做一個改變 讓這個 不管是政府出面 做的研究機構 或者是民間 在這個 主持的一種研究計畫 怎麼樣 把這個 這些樊梨啊 都會把它拆掉 第一呢 就是政府 它發現政府的研究 研究機構 現在台灣的研究機構 大部分都是政府在後面 支持的 如果你們有研究員 或者學校 學校它比較資源豐富的 都是國立大學 或者其他國立的研究機構 如果他們有一個 一個教授 或者一個研究的 一個主管 或者一個研究員 他想到一個很好的想法 那 等到 要 尋求 這個 贊助的 資金的時候 為什麼 只限於 政府的 這個 資金的來源 是 為什麼不可能 到 這個 國際間 尋求國際間的 大藥廠 對 來支持 對 支持老師說的 所以這裡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要請教你一下 我們在國內做研究計畫 它有沒有一個研究的主走 經過一些網站都很通行 對 經過一個比較有效的網站 讓全球的大藥廠都能夠看見 我們怎麼走這一步 是 這個 這倒是非常好的想法 對 因為 之前我看過一個故事 就是在那個 加州一位工程師 他是韓國人 回韓國之後就喝醉了 後來他其實什麼都過 他就發現韓國的結局也很好 但是在美國沒有 反正就在他的網站 建立了一個宣傳 那事實上或許 政府 台灣政府 或許也可以 就是把研究成果 就放在網站上 就給全世界知道 這時候甚至讓他們去募資 那這樣的話 有趣的計劃就會活下來 我用常理來推斷 這個不是很困難的工作 是不是 就是把這些研究計劃 它除了需要 這個 制裁權保護的 這些 這些資料 不揭露出來 就是說這個研究計劃 我們尋求贊助 用英文放在網站上面 而敲迫到全世界 其實全世界大的藥廠也沒有幾家 對 是不是 然後歐洲美國加起來 大概 大概 不出十這樣吧 對不對 美國什麼 伊拉伊拉 這些 這些 J. Johnson Johnson 歐洲特別是瑞士 我特別要談瑞士 瑞士 以前我也跟好多常常講過 這個瑞士官員告訴 1829年 瑞士是全世界全歐洲最窮的國家 全歐洲最窮的國家 是 太不可思議了 對於現在 但是 他現在 他孕育了幾個大藥廠 是 還孕育了這個 食品產業 像雀草 對 全球性的食品產業 所以 對我來說 這種事情 沒有不可能的 對 那我想也順便請教你 你在這方面 投入了很久 為什麼 台灣的 研發能量 不能跟過去接軌 是我們的研發能力太差呢 還是說 根本 國外的大藥廠 無從之道 我們台灣的 那個 生物科技 或者藥品的研發 對 這機構的實力 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 這幾個 這個 這個研究機構 在我們之前在中醫院 表現也都還不錯 那有一定好的這個 這個 學術表現 但是 學術表現有時候 跟 這個商業上 或者跟這個 這個應用上 不一定這麼的 相 這個 相 相匹配 但是其實可以藉由這個 互相的這個 如果有機會盡量的這個 跟 像您說的 跟大藥廠結合 可以 增加橫向聯合 也知道 現在實際上 需要的是什麼 再配上 我們很好的研究人才 因為台灣的研究人才 第一個就是 很誠信 再來就是 也很願意做 也很努力 但是 方向上 若能跟世界接軌 更知道 世界要什麼 那這個就會做得更好 我覺得 老師之前 這個 這個想 非常厲害 而且 我知道很多訊息 從藥界的人跟我講 說 台灣對於這個 新藥的這種 研發的成本 大概只有美國的商量之一 對 那我們就是 立即啊 為什麼不好去運用呢 是 美國的藥品 或者世界的藥品產業 最近幾年來也很辛苦 對 但研發的費用都在減少 是 因為這個 研發的這個成果 能夠商品化 本來就是很困難的一條件 沒錯 沒錯 那這個時候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全世界大藥廠跟台灣的 研發機構合作 對 所以這個 這個障礙在哪裡 怎麼樣克服這些障礙 這是我一直盤懸在我腦海中的一個問題 其實台灣 最主要其實還是就是要加強國際的交流合作 就是比如說 如果假設有些人跟老師帶去國外多交流 那馬上在互相的聯絡中 就可以有些新的想法 那這可能是很像的交流 其實可能台灣還需要 我們還需要再加油 那台灣很多的 最外面的研發人才 很多都是流美的 很多人在美國大公司做過 是 為什麼回到台灣以後就跟他們這些 人家福德美國的大藥廠 失去認識 沒有沒有失去認識 沒有沒有 就是 他們應該是關鍵的人物 對 因為有一個好的案例 就是 陳大有位教授 忘了他是 他最近拿到一個 之前拿到一個兩千萬美金的 最大的授權 最主要原因就是他曾經在 博士後還是 熔我這個數據 他在博士後的時候 有在大藥廠工作過 也認識一些那邊的人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 我真的認為 是就是說 你的朋友 是誰 會把你到更好的地方 那台灣有時候很多人回來 是個別回來 也是一個人回來 而不是團體 所以這團隊 那這時候其實 一個人來力量比較少 還有很多人回來的時候 有時候習慣台灣的這個 就是好環境 就是暫時就是在那邊 有時候會停住了 所以他就沒有更忙 可不可能有另外一個原因呢 因為他們在美國 即使在有名的藥廠服務 他的經驗都是在實驗室裡面 他對這個藥品的行業 他沒有接觸過 市場推廣 對 沒錯 這裏面 我想也是有很多學問 對沒錯沒錯 是的 對 因為我本身也是 一開始做研究 那現在就是 因為 就是在這個 做學術藥師 接觸病人 那接觸病人之後 其實才發現 我跟他講一堆 我們跟這個 接收藥藥的人講一堆 他其實聽不太懂 而最簡單的方式 才有這個效果 那一樣 他聽得懂 他才會使用 他才願意使用 所以我們很多的研究 為什麼您說得非常對 就是要跟國際泰銷廠 或者是跟市場合作 因為我們 就是要做他們需要的東西 回到以人為本 這樣才會比較好 不然很多時候 我們都在實驗室 當然 就是 很多都是只做我們想做 只做我們熟悉的 但是可能效果 就是比較有限 但是它只會做 每個都可以熟悉的 但是在實驗 我會看